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爱的语言 爱的语言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正正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 就叫做The Five Love Languages How to Express How to Commitment to Your May 总文翻译就叫爱之语 是1992年Dr.Gary出文著作的 问一下大家 这个家庭里面最重要是什么 是的 家庭真的需要用很多钱去维系 所以我们都很努力工作去存钱 作者就说到一个家庭里面 关系是最重要的 原来特别是夫妻之间呢 我们会有个情感的帐户 注册前面不知不觉原来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找到适当的方法 入钱下去呢 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 小朋友都会有正面的影响的哦 这个正正就是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因为这本书 啟发了我 原来关系不是必然的 是要经营的 找适当的方法 适当的时间 大家的情感夫妇 情感就会越来越强烈的了 好了 在看这本书之前 大家可以试试去这个官方网站 5loblanguages.com 它是英文版本来的 亦都有不同的方间 很多中文的版本 那其实大约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一个紫色的部分 那记住 是你和你的伴侣一起做哦 这样呢 你就会知道大家的需要的了 那它里面呢 大概有30条问题 每一条问题呢 就会有两句句子 那你最重要凭自己的感觉 觉得哪一个句子是有意思点的 给点时间 你两个一起做啦 大家做完美啊 是不是见到有五种语言呢 爱的语言有分主要和持要 你做完试 主要持要是什么呢 伴侣又是什么呀 爱的语言的意思是指 大家的期望和接收方法不同的 那个需要都真的不同的 我说对和错 最重要是找到对方 需要和尽量去不满足 而这五种爱的语言呢 就好像这些适当的方法 金钱这样进入 这个注射前眼 情感聚会里面 说了这么久了 那其实 这五种爱的语言 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略略介绍一下 由英文字幕排起来吧 第一个 Act of Service 服务的行动 一提上顾名思义就是 卷起三囚 为对方解决问题 真诚为对方服务的 我自己看完本书 做完的测试就发觉 咦 原来我是这个的 属于这个type 我很期望 我的伴侣和我 交通方法 就是说有什么可以帮忙啊 让我来做啦 每一次他这样说呢 我就觉得很有安心的啦 你们是不是呢 第二 就是Quality Time 正心的时间 好忙啊 多久没有和你的伴侣 是单独拍拖呢 作词强调 大家正心的时间 是从事喜欢的活动 一对一的交流 没有小朋友 没有第三者 是正面的眼神交流啊 放下你所有的电话 和电子产品 好好享受 你们两个人的独处的时间啦 第三就是Receiving gifts 珍贵的礼物啦 珍贵的意思 不一定是金额上面 或者是名牌 而是那份心意啊 可以是DIY啦 或者经过一间甜品店的时候 只要太太喜欢吃蛋糕 就买一件给她 令到她甜一甜啦 这些就是珍贵美好的回忆的 第四呢 就是很神奇的 Physical Touch 身体的接触啦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 哀哀碰碰地下来啊 原来有些大人呢 都很喜欢的 有自己的身体接触 有时身体愈热 是整个千年万余的 我们可能是一个牵手啦 勇抱抱抱头 甚至一些面部表情 例如 微笑 等你等你眼 已经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啦 到一些很愤怒 或者很伤心的事后的人 可以怎么做啊 可能抱抱抱抱头 抱一抱她就可以啦 有研究说过 夫妻如果每一天 抱一抱的话呢 会令到她们的爱意是提升的 是不是很神奇呢 试下啦 第五 最后就是肯定的言语 words of affirmation 作者就说到呢 人的本性 是喜欢被人赞 被人肯定的 我相信男士们呢 都是的 她们喜欢被尊重 被鼓励 被肯定的 所以大大力赞啦 跟她说多谢啊 不过有时中国人就会说啦 赞赏啊 天天都说我爱你 或者多谢啊 很难说出口的啊 作者就说啦 可以说 由你真好啊 这句说话 已经令到觉得 嗯 很有这个的 价值感的啦 甚至害羞的 四下字仔 四下卡片 都可以的 总括意言呢 作者的五种爱的意言呢 其实是适当的时候 运用 适当的方法 除非要了解对方的需要呢 其实关系就会加分的啦 大家不如试一下 一起做下一个 心心手势啦 心心是怎么做的 是要两只手配合的啊 一高一低都不漂亮的啊 所以五种爱的语言 就是指 我们是要 一起互相配合 和大家找到 适当的方法 对口的 那我们就会 令到我们的婚姻 越来越巩固的啦 主制前眼就越来越饱满 记住 巩固的婚姻 才是家庭的核心 这样令到整个家庭的气氛 就会和谐些 亦都为小朋友 带来正面的影响的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 是大家这么多了 希望这本书 为大家带来启发啦 多谢大家 最后 我们也都很欢迎家长 拍片和我们分享 你们看过的好书 不需要很多准备的 只需要很简单的 这样答三条问题 全程可以找孙伯 我们也会帮手 有兴趣的话 就找我们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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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